大家好,我是產品開發部的Kiki 我想大家對百年愛多美、百年台灣味這主題 應該都很熟悉吧 今年我們即將推出 愛多美營養三松 還有愛多美愛肉肉離合 不管是送你或在家試用都是很適合的 肉鬆在華人的飲食文化裡 大概有166年的歷史 那在台灣有很多世代流傳的美食 其實常常來自於傳統的世界 記憶中肉鬆店裡的伯伯 他總是坐在板凳上 慢慢翻炒著肉鬆烘烤著肉乾 肉鬆肉乾散發出迷人的香味 是你我記憶中想念中的味道 我們規劃運用半自動化現代化的機器 保留傳統手工記憶的部分 將肉鬆這飄香百年的味道傳承下去 伴隨著愛多美百年的到來 我們的供應商 維蜂肉鬆 他們就是創立於台灣最有名的傳統市集 迪化街 維蜂肉鬆是一個有著一甲子歷史 老字號的肉鬆品牌 維蜂肉鬆的員工呢 每天下午去拍賣場挑選新鮮的豬肉 當我們晚上我們要睡覺的時候呢 他們正準備去做新鮮的肉鬆 他們秉持著新鮮現做的精神 這樣職人的理念 經營著這一甲子的肉鬆品牌 這就是愛多美營養三鬆的供應商 維蜂肉鬆 接下來就讓我帶著大家更深入的了解肉鬆 在網路上有人說啊 肉鬆它是加工的食品 那它過度加工沒有營養 可是呢營養師他卻是這樣說的 肉鬆在炒的過程中呢 它因為水分的散發 那蛋白質跟礦物質的部分呢 卻濃縮了 所以如果用同樣重量新鮮的肉 和肉鬆來相比呢 其實肉鬆含有的蛋白質礦物質啊 是比新鮮肉還要多的 想當然肉鬆它也是很容易 被我們人體消化跟吸收 很適合老人家跟小朋友來使用 那在我們做肉鬆的時候呢 不能太高溫讓蛋白質變性 那我們不要添加防腐劑 食用色素香料味精 這一些成分對我們的人體不好 這一些成分呢 會增加我們的腎臟還有肝臟的負擔 我們謹記著這個原則 愛多美營養三鬆 延續了這樣的開發原則 運用了舒肥低溫料理的概念 離火 低溫 恆溫慢慢的炒 不添加化工合成的成分 營養三鬆搭配愛多美其他的產品 比如說我們的有機米 我們的海苔 堅果 生菜一起吃 這就可以補足了我們每天缺乏的維生素 大家在忙於賺錢的同時也可以輕鬆的為家人 準備營養均衡的一餐 大家有沒有聽說過 紅白相間 一比一均衡吃肉肉這個概念呢 這個概念是說呢 一週七天 有一天吃素 其他六天呢 吃豬 牛 雞 鴨 羽 蝦 七天呢 把紅白肉平均分配著吃 這樣的概念雖然很好 但是會員們大家工作都很忙碌 應該很難辦得到 所以呢 我們就找了營養師 將紅白相間一比一均衡吃肉肉的概念 運用到愛多美營養三種裡 我們經過了百次以上的消費者測試 才找到了這樣的黃金比例 將豬 雞 魚肉濃縮在營養三種裡 讓愛多美會員在幫忙之中 也能夠天天都攝取到紅白肉類的營養 那我們常常看到肉品標章 TFP 和 CAS 它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CAS 標章它指的是冷凍肉品 那 TFP 的英文是台灣 Fresh Pig 它就是說是台灣新鮮的豬肉 指的是屠宰後約三個小時內 還沒有進入僵直期的豬肉 愛多美營養三種是用 TFP 溫體豬肉 而且我們只選用豬後腿肉 豬後腿肉呢它的瘦肉比較多 脂肪比較少 三斤的豬後腿肉才能做出一斤的肉鬆 那裡面還含有來自於 合格牧場的溫體雞肉 魚的部分呢我們是選用的遠洋深海現撈的奇餘肉 全部都是台灣的新鮮肉品 我們希望大家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新鮮的纖維 每一口吃得到安心 那坊間一些肉鬆工廠呢 它做肉鬆的時候呢添加了很多的豬油 那豬油啊它是可以帶來香酥的口感 但是豬油在高溫拌炒的時候啊 它雖然比植物油還像 但是用太多的豬油啊 它會有過多的飽和脂肪酸含量 對人體是比較不好的 那愛多美營養三種呢 採用 SGS 檢驗合格 不含飽和脂肪酸 有 Omega 369 概念的好油來拌炒 這是我們堅持的理念 提高多元及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 降低飽和脂肪酸的比例 那我們跟添加了一升值的果果糖 那果果糖呢它帶有一點點甜味 它是帶有甜味的膳食纖維 可以減少我們在拌炒肉鬆的時候加入的蔗糖 那它也可以提升我們身體裡面的益生菌 讓人體可以更好去消化吸收肉蔥的養分 接下來我總結一下 愛多美營養三種的設計裡面 我們只用台灣的肉品 有著紅白相見 1比1均衡吃肉肉的概念 獨家 Omega 369 的好油 添加一升值的果果糖 好油 健驗 燒糖 愛多美營養三種 即將於近期上市 希望大家對於台灣生產的產品 吃的安心也放心 以上是Kiki對於營養三種的介紹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回覆 相信大家最近都填寫了 愛多美就是愛肉肉的禮盒的問卷 那大家可以看到右上方有一個QR Code 如果會員們你還沒有進去填寫你的意見的人 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進來再填寫 我們會繼續歸納這些會員全部的意見 目前回收大概有三千多份的問卷 所有的問卷呢 大家的留言呢 我都一一的看過了 接下來我整體問卷的結果 跟大家來分享 公司也會參考大家的意見 作為禮盒規劃的方向 大家看到畫面上 大家對於愛多美就是愛肉肉禮盒 大家最喜歡肉品的前三個品項是 魷魚絲、豬肉條、牛肉乾 大概有61%的人喜歡細的魷魚絲 那口味呢偏向是原味和辣味 60%的人呢喜歡粗的豬肉條 口味呢也是喜歡原味 然後第二個是微辣 那第三名呢 54%的人喜歡厚的牛肉乾 口味是原味和微辣 那當然這是前三名 另外兩個品項呢 其實我們也是值得列入參考的 那大概有42%跟38%的人呢 喜歡豬肉乾還有豬肉質 那豬肉質這個品項呢 是我蠻推薦的 因為它在一個包裝裡面其實是蠻多片的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它吃的比較久 那大家也有提到呢 那我不吃豬我不吃牛 公司呢在規劃的方面呢 可不可以有一些聽到我們這樣的意見 我們是有聽到的 所以我們在規劃的部分 品項的部分呢 我們會去好好的考慮這些會員的意見 那大家看到這一頁呢 是肉鬆傾向的部分 對於原味細肉鬆的部分呢 大家是比較喜好的 那我們在五月呢 營養三鬆上市之後呢 我們會觀察銷售量 然後再來討論考慮是不是單獨販售 豬肉鬆的口味或者是魚肉鬆的口味 那這一頁呢大家看到的是愛多美 就是愛肉肉禮盒包裝的部分 包裝設計的部分呢 大家有提供一些想法 讓公司來參考 那接下來我列了幾個大項 第一個呢大家是希望我們的包裝呢 可以有另外的提帶 那我們也會在這個部分呢 會增加另外的紙的提帶 那在送禮的部分會比較好看 那第二點呢是希望呢 內包裝塑膠袋包裝的部分呢 有夾量帶 那這夾量帶呢 塑膠也希望可以增加有塑膠提拔 那這一次呢 我們的營養三鬆是有符合這個 這一個會員大家提供的這一個條件的 那大家希望呢在禮盒的底部呢 就是不要用一些填充物墊膏 那看起來禮盒比較大 大家覺得只要實在就好了 這樣比較有愛多美的風格 顏色的部分呢 大家喜歡有喜氣的暖色系 譬如說橘色啊紅色啊這些 大家都是覺得送禮的時候比較適合的 那不要有太多的添加物 希望不要有防腐劑 然後效期又不要太短 這也是會員意見 那包裝的部分呢 大家希望包裝看起來很高貴 然後價格又不要太高 這個部分呢公司會努力的 那最後一個呢大家會希望說 公司是不是可以提早販售就是年節的禮盒 用預購的方式呢 或者是販售比較大組合的到寄到中心 那大家希望說大家都可以在年節之前 就可以提早拿得到禮盒送給大家想要送的人 這個部分呢我們公司的部分 也會再另外再去討論這個詳細的部分 最後呢還有更多的會員建議啊 特別是吃素的會員的意見 我有特別做了統計 這些吃素的會員有進來留言的 大概是有1%的會員 那他